南途县政府今日上午举办了一场别开生命的彩虹之女竹府 创新竞赛共事与说明会 将支部融入部落灵魂与力量的深刻意义凸显无一 会中竞赛作品类型报名作业以及决赛秀台地点等重要事宜 结得到充分的讨论 展望这场竞赛成为原民时尚指标活动平台 今天办记者会就是要推荐 在1月20号在树的半山梦工厂 我们将棋办第一届原住民的资女设计记忆的一个竞赛 还有第二个是也在草屯一个中心路 也做一个引领名模的一个快闪的一个活动 其实这主要是快闪的活动 就是让我们整个原住民的这样一个服饰能够注入在整个城市 此次竞赛的目的在于将传统的支部记忆注入现代史上 透过独特的展现方式 将美学的思想与时尚的灵魂融入竞赛精神中 对此先愿石青龙全文采也肯定先辅规划活动的用心 期望接此可以将原民文化推广出去 希望能够把非常好彩虹之女的这个大赛能够办得很好 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千百年的这个文化 生活传统记忆才能够让2300万人都能够普遍的来接受 我想我们的燕民会也看到我们南投县政府还有燕民集的用心 我想往后的路也要我们燕民会中央的文化能够对应支持 让这个活动让我们的工业能够传承 而且被大动所接受 南投县政府期待透过这场活动不仅能够传承直播记忆的脉络 更能够将部落艺术文化推向国际时尚的舞台 激发年轻族群追梦创造的勇气 引领世代的时尚潮流 而这场竞赛将是援助民族文化的璀璨巅峰 让彩虹之女的故事在时尚的大舞台上缤纷绽放 共创一场南亡的圆民时尚盛宴 记者邱平俊 蓝头市采访报道